周三起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花莲晚上已经出现明显雨势 20号起天气持续不稳定 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雨或是雷雨的几率 一直要到周末雨势趋缓才会放晴 提醒民众出门攜带雨具 中央气象局指出 20日封面通过天气不稳定 周三晚起花东已有明显雨势 而周四周五两天 花东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发生几率 民众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看这一周其实就是19号20号的时候 受到一波封面的影响 到25号在受到一波封面的影响 所以这周在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20 21跟25大概会有些雨 然后因为迎封面上 可能是还是有些局部地方 还是会有一些雨这个情形 21封面过后22 23 24天气是比较好的 然后到24 25的时候 大概有一波封面再来 但是那封面结构或是它的位置高低 可能还是要看后续的一个情形 然后20 21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受到封面的影响 温度会下降一点点 但是影响不多 雨大概也不是很多 然后从22 23 24 整个天气大概就比较转一个晴朗 就是局部地方可能有一些雨室的一个情形 然后25号以后 大概就看另外一波封面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周五封面远离 转东北击风降雨趋缓 花东人有短暂震雨或雷雨机会 周末两天东北击风减弱 阳光露脸 高温预计来到27度 计划安排出有民众可把握机会 记得张保雁华女士报导